大家好,我是小高姐 今天借着这个油泼扯面的话题 跟大家聊一聊和面 首先这个面粉跟那个盐混合之后呢 然后就加入水 水不要一次加完 加入大概三分之二左右就可以了 搅拌成型之后呢 你用手去抓这个面团 你抓的时候呢 你就会用手去感觉这个面的软硬程度 这个时候的软硬程度 基本上就是你最后要形成面团的软硬程度 你做到这个地方心中有树的时候 你就可以第二次加水 但是呢你跟第一次一样 不要一次加完 留一点干粉作为我们的调整量 上手揉面 你揉的时候你可以根据这个面团的感觉 你再把一些干粉再揉进来 你这个时候再去感觉面团的软硬程度 就已经相对非常准确了 然后再做最后的一次调整 如果你有干粉的话 就稍微加一点水 如果你觉得这个面团偏软的话 你这个时候你要加一点点的干粉 做扯面的面团呢 它一定是稍微有点偏硬的面团 因为硬面醒面之后呢 它会变软 如果你是稍微偏软的面团的话 你醒面之后它就会变得特别软 虽然你很容易拉开 但是你拉得非常的不均匀 有的地方厚 有的地方薄 这个地方饧面45分钟 45分钟之后呢 把这个面拿起来 1 2 3 4 5 6 7 揉了7下 这个面团就已经非常的光了 揉光之后呢 我又接着揉了1分钟 这个面已经揉光了 在这里提醒大家要记住 我们这个面团的这个光面 现在我们把这个面团进行十等分 你看我用虎口的这个力量 给它一收缩 它就这个面团就自然就捏掉了 大家还记得我们刚才的那个光面吗 你看我用这个手法 我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我们刚才费劲 揉出来的那个光面 第二步我们继续找这个光面 又一次把它的光面给它拉出来 然后把这个面剂子给它滚圆 裹圆之后呢 你可以盖上盖子再醒十分钟 如果你这个面擀不开的话 就建议你醒一下 擀成大约跟手掌一样的大小 然后用油给它封住 你还记得我们刚才的那个光面吗 我们最开始飞力揉出来那个光面 现在就是在这个面饼的表面上面 这个地方盖上盖子 给它醒面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之后呢 拿出来在中间摁一筷子 然后就把它均匀的拉扯长 中间有一条印 按照这个印给它撕开 你最好一胳膊就给它撑开 如果你再撑第二胳膊的话 就比较困难 你看我拉开之后呢 我也不把它拉断 我的手里没有鱼面 这是一个完整的圆形 还记得我们揉面的那个光面吗 这个光面就在这个扯开的 这个面条的表面的上面 全部面条下锅之后呢 大概煮上45秒到1分钟的时间 快煮好了之后呢 就下入青菜 首先用这个酱油打底 然后倒入面条 然后倒入面条 捞起青菜 放上葱花 带籽的辣椒面 再放一些盐 最后把油烧到冒烟 然后泼到这个上面 我们的油泼面就做好了 我们的油泼面就做好了 大家知道我又要问一个问题了吧 你还记得我们最开始揉面的那个光面吗 这个光面就保留在这个面条的表面上 非常匀称的被撑开 而且它的表面非常的光滑 剩下的我就不多说了 全在这碗面条上面了 请喜欢的朋友点赞订阅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